哈喽大家好,我是酸酸 嘿嘿,你没有走错频道 这一期视频是我临时起义 从海珠区骑了15公里的单车 来到了大学城的狗狗新天地 刚来到就被这一家面包店吸引了 买了刚刚的那个奶细胞 还有一个延烧乳酪 这家店叫宁南映像 有没有小伙伴吃过的 买完面包居然被我发现了七叔式岛民 之前被他家种草了超级久 隔多远就遇上了这个麻鼠狠忙 其实我今天只想来吃烧烤的 但没想到这些店居然都被我偶遇到了 然后我想着都买了这么多东西了 就顺便去买个鲜豆糕 风尘仆仆的 不想减肥了 这个是奶昔包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尝一下奥利奥 果然它已经软了 然后我又把它塞回去一起吃 奶昔冰冰凉凉 不会很甜 吃起来特别清爽 里面是奶昔不是奶油 所以就一点也不腻 因为这个包不是我选的 所以我就只能浅尝一小块就要还回去了 盐烧乳酪 看这色泽 盐烧乳酪就是大部分面包房做的味道 盐烧乳酪最好吃的就是上面这部分 这是那种比较粉粥的 来吃一下这个鲜豆糕 是种草了好久啊 啊它扁了 它不完美了 它扁了 这是紫薯的 它的外皮好软啊 我以为是很硬的那种 然后里面是紫薯 满满的紫薯 这就是纯的紫薯 但是我觉得它有加点糖有点甜 调坏 这是香芋的 如果紫薯的和香芋的能冬合一下就好了 紫薯的有点偏甜了 然后香芋的话就是没什么甜味的 肉松蛋黄芋的 我觉得它就是肉松的质量蛮一般的 它们三个元素搭在一起就不是很搭的 那个麻薯很忙 本来是那个巧克力味的 它们家试吃真的很大方 但是我都试过了一遍之后 我觉得巧克力味的最好吃 很软很软的外表 然后里面是还会有一些巧克力豆的 巧克力味是偏苦的 这个麻薯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它们家书用的是滴茶盖带糖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真的很多人买 我偶遇到了七叔市岛民 它们家现在已经开实体店了 我之前种草了超级久它们家的欧包 然后我今天来的时候在路上居然被我偶遇到了 但是来的比较晚只剩下两种内馅的欧包 然后我就两种都拿了一下 我贴心啊它还会配一把刀 它家的欧包都是20块钱一个 然后是有一个有31种搭配 然后今天剩下的这个就是5号和18号 名字起得很特别 5号是Hi 2021 然后18号是煎熬的2021 所以就是一个头一个尾 个头还是很大一个的 这个是叫尖南的2020 然后里面是有金枪鱼和乐青酱 这是奶酪饭月梅还有青麻椒面团 它家的那个酱木表上面 就全部会有配料写在上面了 这家店每一款的名字都很特别 看得我眼花缭乱 面貌鱼好松软啊 它是面貌鱼 超级的松软 里面的金枪鱼给的很足 但我觉得味道的话就是中规中觑的那种 然后里面是没有加一点酱的 就是金枪鱼的味道 然后更多的是那个麦月梅的那个酸的味道 隔天加热吃 它的罗勒青酱还有芝士酱就特别的浓郁 但是它把麦月梅和金枪鱼搭配在一起 就好特别的感觉啊 那这个就是Hi 2021了 这比刚刚那个要大一些 切开那一瞬间真的有被惊喜到 超级漂亮的搭配 这个内馅看起来比刚刚那个有食欲太多了吧 这个里面是有苹果菜 奶香特条 泡酥 还有焦糖煎果 还有红丝绒面团 这个欧包应该是甜的 不要一口把它吃下去 看一下行不行 内馅是把一整个泡芙放到了欧包里 奶酱是甜甜的 但整体又是坚果的香味 之前看小某书上面说他们家欧包特别好吃 然后我就很期待感情高的 他们家好吃的款我没有买到 可能我欧包吃的太少了 隔天才能体会到它的美味吧 但是他们家的馅料真的配的很特别 对他说蛮好奇 烧烤 然后终于终于吃起了我们的烧烤 今天本来就是为了吃烧烤的 没想到又是吃了一堆面包 你们更喜欢吃烧烤还是炸串呢 我会更喜欢烧烤 因为炸串有时候吃多了会有点腻 掌握到了吃面筋的精髓 这样子真的好好玩呀 等等等等 这里绝对不是卡住了 一起跟随我的脚步 回到2021年 嗨温森森 我来到了武汉 这里我又要说一句 我来的这一天是只想吃热干面的 但没想到在江汉路遇到了默默点心局 每隔多远又见到了佳哥手作 唉真是 我来江汉路这边就是为了吃那个热干面的 没想到还让我偶遇到了佳哥手作和默默点心局 那来都来了 我肯定想买一些的 终于到了 找了一圈了 只剩这儿了 吃吧 来都来了是吧 把这个热干面拌一拌 结果热干面关门了 找了一圈 只剩下这个了 嗯 我觉得算不上特别好吃吧 就跟我在广州吃到的差不多 下次我一定要正儿八经的吃一次正宗的热干面 这个是一块钱加的豆干 我先吃几口面再步入我们的正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决定好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却在路上发现了其他你种草了很久的食物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被迫做出选择 来尝尝这个默默点心局的咖啡马蜀 我觉得还挺贵的 这一袋19块钱 他们家的试吃很大方 就是完整的一个给你试吃的 其实它那里有挺多我都想吃的 但是我又不想带太多回去 就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最经典的咖啡马蜀 软乎乎的一个 咖啡味真的很浓郁 咖啡味挺浓的 但是我觉得还行 有点肚子来尝一下我们的加哥欧包 然后也是因为我来泰湾了 都是别人买剩下的了 买了两个口味的 一个是玉泥奶酪欧包 一个是肉松鸡胸肉欧包 玉泥的 它真的很扎实 特别大一个 没有带刀我就直接这样子扒开了 哇这馅料真的很足 尝尝尝尝尝 赶紧来尝一下 这里是玉泥 然后这一层是奶酪 然后这里是肉松 大家这个玉泥 基本上是没味道的 然后这个肉松也是微微带一点咸 但是不油 奶酪是比较酸的那种 就真的是能吃得出很健康 没什么添加的那种 热量应该也挺低的 但是这个面子和鸡腥сли面 就会让我们吃到鸡腥的 油肩可以拿回来 现在要去吃一下 更新鸡的一群 蛋白的 好热 我们去拎它 芋泥好噗嘴 但是真的好健康 这这个鸡肉吃起来 完全就不会有负担吧 那这个应该就是鸡胸肉软鸡 这一打开的内心让我感觉 它炒了一盘菜在里面 番茄丁 然后有一些鸡胸肉在上面 这种搭配的欧包我还是第一次吃 它面包皮真的非常薄 这欧包完全就是一个减肥欧包 里面的那个鸡胸肉是没什么油的 番茄又是水水的 感觉好奇怪 吃这个真的就感觉像是一个馒头里面包着了炒菜 不过这种做原材料的欧包 它的添加越少 它的味道就越淳朴 所以能吃得出来 他们家的用料肯定是可以的 而且我觉得吃这个欧包能够降低食欲 有了那个欧包的对比下这个麻糬就显得格外好吃了 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深山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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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